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两天我和你分享到说 我在约瑟身上学到一个很好的榜样 约瑟受过苦 而现在他站在一个不再受苦的位置上 他拥有了很多的资源 前两天和你分享到说 一个受过苦的人有一天走出了那个苦境 有两种情绪 一种情绪可能是同理心 知道以前人家受苦好惨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 所以现在对人特别宽厚 这叫做同理心 可是另外一种是我以前受苦的时候 别人怎么对我 我现在要把你整回来 我要对 其实又不是他对我不好 但是那种我已经熬成婆了 所以我当年婆婆怎么对我 我现在要怎么把你整回来 这真不是一个好的心态 我求主帮助我们 整本圣经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含瓜整本圣经 那个字是什么呢 爱 神就是爱 如果上帝的爱在我里面 我会放过别人 我会宽带别人 求主施恩 圣经上讲到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如果你可以宽带别人 多给别人一点 有什么不好呢 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希望是那个我有余 可以给别人的 施舍给别人的 或者是给别人一些好处的 是宽带别人的 还是那个我什么都没有 只能够等着别人来宽带我的 是他可以给我的 你觉得哪一个是更有福呢 当然是可以给出去 因为你有余 上帝祝福你 如果你渴望一直是一个 可以给别人的 宽带别人的人 求主施恩帮助我们 因着这些 我们一直活在上帝的祝福里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有余的人 可以给别人的人 而在当约瑟这样对 那些埃及人的时候 埃及人怎么回应他呢 埃及人跟他讲说 但愿我们在我祖眼前蒙恩 我可以在你眼前蒙恩 因为你对我们太好了 我真的很希望 可以继续在你眼前蒙恩 然后说 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你知道 这个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是谁说的 是这一些埃及的百姓说的 换句话说 他就心甘情愿来服侍 你知道那个 哇你对我这么好 我甘愿来服侍你 或者是说 我这么惨了 你还整我 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卖身为奴 我就是做你的奴隶 怎么办呢 这两个差得多少 一个是心甘情愿的 一个是不得不的 不甘不愿的 不甘不愿的 我就算做了你的奴隶 我也不会好好做 但是心甘情愿 存着感恩的心 心甘情愿为你做 你不要盯着我 我都愿意为你做 因为你对我太好 在我最惨的时候 是你拉我一把 是你扶我一把 是你给我一把 求主帮助我们 这是约瑟最有智慧的地方 他愿意给 以至于人的心对他 是心甘情愿的 不是不甘情愿 不甘不愿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你在你所在的位置上 别人愿意服事你 心甘情愿 因为你有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进行